在南台湾的高雄一家自助餐厅 在日前传出有多个人用餐之后 都出现像是腹泻这些严重的肠胃道疾病 卫生部门紧急前往调查 一次是因为伸手食物在混合使用 引发了污染 你可以看到 十发这间餐厅门口已经贴出了公告 因为卫生疑虑暂停营业 而早前有消费者在网路上发文说 他们家人是在26号到店里头用餐 隔天腹泻就有8到14 卫生部门前往鸡茶 鸡茶一试是这个伸手食物在混合使用 导致污染 行针对这些可疑食材和环境都进行了裁剪 卫生部门在28号就表示 目前有关时段用餐之后出现了不适症状 就医就累计有11个人 在就医之后都已经出院了 不过业者还是需要在27号和28号 要暂停营业两天的时间 要清洁消毒改善 卫生部门也会同步再进行复查 而事发餐厅 由于连续两天的预约都是客板的情况 所以大约有3600名的顾客受到的影响 感谢您的顾客